我們接下來要聊一個作品 叫做《情色度假村》 這個《情色度假村》 卡斯相當堅強 對對對 德國的作品 然後也是獲獎連連 秦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叫《情色度假村》 這個分兩個部分 先講作品本身 這實際上是改變一個 法國劇作 法國小說家的作品 那他的原名就叫 是樂台 但是台灣當時翻譯的時候 小說的名字就叫《情色度假村》 小說的名字 對 中文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沿用了這個中文的名字 那當然小說的內容是在講一個 法國在文化部上班的一個文化官員 然後就是中階的吧 然後 但是他就是單身 然後人生也沒有什麼成就 那大家知道有很多這個歐洲的這些 反正就有一些歐洲男性 有些人會來東南亞度假的時候 會進行買村 是 那這個戲其實比較重要的過程 是他講他去泰國度假買村的時候 碰到了一個法國女孩子 後來這個法國女孩子在慾望上頭 就滿足了他 然後這個法國女孩子 實際上是在做這個旅行社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以後 他們就又回到法國 又繼續相處 後來甚至這個 他們還在談說怎麼樣 乾脆就去進行在法國 在泰國蓋一個買村度假村 然後還在發展這樣的計畫 然後你慢慢你再看 你會發現說當然不可能有一個作品 是以在講這種性剝削為主的吧 其實他最後他還是談到了 到底現在在歐洲的這些歐洲的男性 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跟歐洲文化裡面的一種腐敗性 也就是說一個男人 他沒有辦法在西方女人裡面找到肯定 所以他就只好去找這些亞洲女人 然後希望透過他們 然後透過去買村 然後來得到他們對他們自己的肯定 沒有 這個其實是反映在 這個戲其實是在講這個 但是所有經濟強勢跟弱勢的國家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 這不是只有在亞洲對 可能臺灣有一些人可能對東南亞 其他地區也會有這樣 或是以前日本對臺灣 我可以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他其實在談一個更深的問題 那這個更深的問題 除了剝削之外 有的時候也牽涉到了愛情跟慾望的問題 那也就是現代性的問題 活在都市裡面 然後你什麼都有了 可是你就是沒有辦法跟別人建立關係 那跟別人建立關係 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愛 可是沒有愛的時候 你就把性當作愛 那對於中年男子來講 所以這裡還談到中年危機 他裡面就談說 那為什麼很多中年男子 他們寧願要買村 他說因為買村最簡單 對 不會有trouble 對不對 然後也最單純 也沒有什麼之後的那個 如果你要把性當作愛的時候 就這樣 那這個最後可能牽涉到了 可能就是愛情問題 最讓人迷惑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男性女性 對這個問題一直有這樣的差異 就是對女性來講 愛是性的基礎 但對男性來講 性才是愛的基礎 這兩件事情好像一直 就讓我們困惑 所以這個戲其實最後 是在談這個問題 之前在看這個戲的影片的時候 他舞臺上的呈現非常的精彩 他是一個 旋轉舞臺 我們為了這個戲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 這個劇團是叫慕尼黑室內劇院 那這個是去年被德國選為 德國最佳劇院 德國有三百多個公立劇院 他被選為第一名 然後這個戲的男主角 因為演織出戲 而被選為德語區 就是包含瑞士跟奧地利的最佳劇場 男演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戲 然後我們為了這個戲花很多錢 包括因為這個戲 我們在城市舞臺演出 這個戲舞臺上面有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會旋轉 一直旋轉 那旋轉他就會 因為旋轉了 可以去因應他地點的變化 但城市舞臺沒有旋轉舞臺 這怎麼辦呢 你們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我們可能要在地板上面 再加一層地板 然後在中間再去做一個可以旋轉的 來去轉那個房間 好 這個劇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他的對白都非常的直白 還蠻忠於原著小說的 對於情色的描寫 我想就劇場來講 劇場能做的 不是去表達這些直接的情侶性畫面 劇場能做的是這舞臺上面 可能有四個演員 或三個演員 他們同時角色不斷地穿插 透過他們的表情 透過他們的動作 去創造了一個在觀眾心中感受到的 那個情侶畫面 而不是真的去秀這個情侶畫面給你看 所以這戲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有多媒體的結合 這個多媒體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戲一面在演 他們常常會拿攝影機拍對方 然後直接投影 因為所有情色的想像 其實跟視覺是很有關的 就是就是慾望跟視覺 歸看歸看 對 這個也是一個在這個戲裡面很重要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次這個戲裡面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不同面向 比如說剛剛講情色度假村 搞砸了 就是全家事宜 對不對 烏不亡就是那個歡迎那個五十萬在街頭的都可以來看一下南非的情形 好不好 那情色度假村就面對一個更深刻的問題 就是說好吧 就算沒有政治問題 你還是有人性問題 對 就是你活在現在都市裡面 你還是會感到孤獨 你還是會不知道跟如何跟別人互動 現在有很多社會犯罪案件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跟別人互動 最後以至於他不得不採取一種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暴力 是 激烈的直接的傷害的方式 每一年臺北藝術界都帶給我們非常多精彩的演出 然後老師也擔任總監很長一段時間 會不會跟我們談一下 做藝術界對你來說 最具吸引力的到底是哪一點 做藝術界最具吸引力的就是這個 連都這麼爆肝 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一個創意的搏擊 對啊 他就是一個創意的一個永春犬 就是就是你要常常跟創意 跟現實 你為了要把節目做好 你為了要做好的節目 你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跟可能要出國旅 出國 然後去見這些團隊 然後你要談判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談判 然後你要想辦法去協調 所以你你就是一直不斷地 在跟人做競爭搏擊 因為你就是要一直接觸人 接觸人接觸人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當他開演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在那個現場 接觸觀眾 我們看到他 然後最好他去年有來了 然後他今年還來 然後你看他說 我去年有看到你 對他喜歡不喜歡 看到了什麼 帶回去什麼 有什麼想法 所以他他就是一直要跟人接觸 對 然後你一直要隨著不同的環境的變化 你一直要四處去 他就是一個不斷在說服的過程 說服藝術家來做這個作品 說服這些國外團隊說 來臺北不要去東京 好不好 說服觀眾說不要去夜市 來城市舞臺 對 對於這個藝術節的願景是什麼呢 你希望這個藝術節可以 譬如說 未來可以邀請到誰 或者是可以做到 怎麼樣的規模 因為我當然希望 每一年的節目都不太一樣 那我講我心目中 我希望以後可以邀到那個澳洲女影星凱特布蘭奇演的舞臺劇來臺灣 因為他們只去過巴黎跟倫敦而已 對 如果他只去過巴黎跟倫敦 就表示這兩個城市 對他來講是比較有藝術性的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當有一天 他覺得臺北也是一個他可以思考的點的時候 就代表臺北這個城市 他的藝文環境 或臺北這個城市 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一個他們願意去首選的 或他們願意來拜訪的地方 就是你簡單來講 就是我希望透過這個藝術節 然後能夠讓他變成是一個 他可以願意 他可以成為很多藝術家 他們當他們要來亞洲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會想到要來的城市 而不是先去東京 是 好不好 現在大部分的節目 大部分的藝術家 全世界第一個想到會去東京 第二個我可以跟你講 就是上海 不一定不一定上海 應該講香港或新加坡 因為他們都比較國際化 對 臺灣這方面的確是起步的比較晚 但是我們希望以後 人家要來亞洲的時候 就好像人家 好像說要來亞洲玩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會先想到你 然後我覺得臺北是一個 很有人情味的城市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說 我們邀過有來臺北的藝術家們 他們回去以後都會跟別人說 臺北好好玩 你一定要來臺北 對 也是用藝術這樣的方法看臺北 或是臺北用藝術跟他自己的氣質 他的文化的底蘊 吸引國外更厲害的藝術家來到臺灣 然後我們可以因為這樣跟更多人做朋友 對 好不好 因為臺北 臺灣就是一個島嘛 我們其實就是一直很少 我們要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就是有千天地以上的限制 所以除非別人願意來這裡 不然你就要自己走出去 可是你走出去的時候 你在巴黎街上 沒有人知道你是臺灣人 你不會寫臺灣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韓國 還是日本 可是如果人家來臺灣 他就知道你是臺灣 所以別人來這裡比較有可能跟你交朋友 對 對 你去那裡 你只是一個外國人而已 好 我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來跟我們介紹臺北藝術節的精彩的作品 還有明年也許我們有可能看到 哪一些更精彩的未來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如果我一定要到處於 市面上很多希望 佛 consisting 每個都都好 有衡 добр Arist好 黑 感谢观看